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今天早晨我想跟大家來分享 是用《使徒行傳》第四章的一段經文 想跟各位來談一談 到底一個跟過耶穌的人 他的記號是什麼 我們先來看《使徒行傳》第四章 《使徒行傳》第四章 好 我們要從第五節讀到二十一節 《使徒行傳》第四章 二十五到 第五到二十一節 翻到我們可以一起來讀 如果你看得到的話 那你也可以用你的手機上面的聖經軟體 也可以用紙本聖經 我們第五節一起請 第二天官府 長老和文士 在耶路撒冷聚會 又有大祭司 亞拿和該亞法 約翰 亞利山大 並大祭司的親族都在那裡 教使徒站立在當中 就問他們說 你們用什麼能力奉誰的名做這事呢 那時彼得被聖靈充滿 對他們說 知名的官府和長老啊 倘若今日因為在殘疾人身上 所行的善事 查問我們他是怎麼得了痊癒 你們眾人和以色列百姓都當知道 站在你們面前的這人痊癒 是因你們所定十字架 上帝教他從死裡復活的 拿撒勒人 耶穌基督的名 他是你們將人所砌的石頭 已成了仿角的頭塊石頭 除他以外別無拯救 因為在天下人間沒有賜下別的名 我們可以靠著得救 他們見彼得約翰的膽量 又看出他們原是沒有學問的小民 就稀奇認明他們是跟過耶穌的 又看見那治好的人 和他們一同站著就無話可說 於是吩咐他們從公會出去 就彼此商議說 我們當怎樣辦這兩個人呢 因為他們誠然行了一件明顯的神蹟 凡住耶路撒冷的人都知道 我們也不能說沒有 唯恐這事越發傳扬在民間 我們必須恐嚇他們 叫他們不再奉這名對人講論 於是叫了他們來 禁止他們 總不可奉耶穌的名講論 彼得約翰說 聽從你們不聽從神 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 你們自己著涼吧 我們所看見所聽見的不能不說 親愛的弟兄姊妹我們讀經讀到這裡 那我們都知道 知道我們現在所生存的時代 是一個什麼樣的時代 那有人用很多的方式去形容 那最明顯的我們知道 從二十世紀開始 我們每一天都活在一個行銷的時代 每一天有各種東西 各種力量在向我們推銷他們的理念 他們的商品 那也算是一個跟隨的時代 因為我們總要找到一個名人可以跟 找到一個偉人可以跟 找到一個理想可以跟 找到某種主義可以跟 找到某個哲學或者是學說可以跟 因為我們之所以想跟 只有一個原因 是因為我們都迷路了 跟旁邊的人說你迷路了嗎 我們當中有多少人有迷路的經驗 OK 怎麼放下 我跟我太太我們都有迷路的經驗 但是我太太比我強 她不覺得自己迷路了 我是真的知道自己迷路了 因為她拿著小包袱 就出去遊走四方 所有家人都找不到她的時候 她還很開心的在馬路上走 然後被請到派出所 還很開心的坐在那裡啃甘蔗 她完全不知道自己迷路了 她覺得她只是去探險 家人都已經非常的緊張 那我是晚上睡醒 發現所有家裡的人都不見了 燈光都昏暗了 晚上九點多 我急著到處去找家人 因為回外婆家 結果我就找著找著 就迷路了 找不到回外婆家的路 我就在彰化火車站附近徘徊 然後那時候店門很早就關了 九點多大概都要打烊了 我就只一個人在彰化火車站 對面附近的棋樓底下哭 你們看過我哭嗎 我那時候很小 才四歲左右 然後就哭著哭著 後來有一家印刷廠的老闆 他正要打烊要拉鐵門 看到我在那裡哭 只好出來關切我 然後發現我是一個迷路的小孩 我也說不出到底外婆家在哪裡 已經很晚了 他就只好把我接到他家 跟他孩子一起睡了一個晚上 隔天睡醒了 我竟然想起外婆家在八卦山下 這個地址明確嗎 八卦山下 然後八卦山那麼寬 八卦山下到底哪一段呢 我說我就記得還有一個小兒科 旁邊有個小兒科 隔天早上他就帶著腳踏車 把我放在腳踏車前趕 然後帶我在彰化市區 靠近八卦山的附近繞 然後還帶我去吃早餐 繞著繞著竟然讓我認出那個 這個小兒科 叫黃麗精小兒科 這是彰化很有名的老牌小兒科 我的家人一個晚上都沒睡 我睡得很香甜 小孩子只要有人愛他關心他 在一個友善的環境 他是很安事的 焦急的是大人 對嗎 親愛的弟兄姊妹 我剛剛提迷路跟跟隨 是因為其實我們心裡面 一直都隱藏的一個本能 我們好像是從哪裡離開了 以至於我們一定要找到一條回家的路 世人都在尋找一條回家的路 世人都在尋求 而且世人也知道 我們好像失落了一個什麼東西 以至於我們要找一個東西來follow 我們說不上來只能用一個很含糊的 叫做東西 我們需要找到可以跟隨的 因為其實我們受造的時候 裡頭就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本能 我們要跟那位造我們的主緊緊的連結 一旦那個連結失裂了 斷落了 我們會有一個本能想要去尋找 只是我們常常找錯了 找錯了 有人在生物界做過一些實驗 發現鳥類有一種銘記的作用 就是當牠破殼而出 第一眼看到的 牠會覺得那就是牠的什麼 媽媽 所以牠就會想辦法要跟著牠 但是牠無從 因為牠看不到自己 也無從知道自己的過去 牠沒有辦法知道 到底那是不是牠的真媽媽 牠會想要去跟隨 親愛的弟兄姊妹 跟隨是我們生命當中的渴望 也是我們的本能 但是跟錯了就很麻煩 因為男怕入錯行 女怕什麼 嫁錯狼 跟錯人 你這一輩子就很辛苦 跟對人呢 有時候就可以揮防騰達 那我們想要在這裡談一談的就是 在這幾年我們知道 世界上所有的人 都還在找跟隨的對象 現在我們也可以稱得說 跟隨的時代 跟流行的時代 你知道嗎 蘋果日報曾經有一個報導 台灣這兩千三百萬人的家裡面呢 大概沒多久就可以牽出六百萬支 已經是淘汰跟不上時代的手機 那如果你身邊有年輕人 你會發現他們也常常喜歡換手機 對嗎 就怕被同儕批評 你用的是什麼老爺機 跟不上時代 而製造商每一年 只要稍微花一點點心機 變一點點花樣 年輕人就想到要換了 要換了 在美國更多 美國大概每一段時間 大概就有超過一千八百萬支的手機 放在一邊沒有用的 聽說iPhone7好像最近又要開賣了 對嗎 有沒有人已經蠢蠢欲動了 你很難想像 年輕人漏夜排隊兩三個晚上 就為了買一支最新的手機 他也說不上來 他就是喜歡 我相信iPhone7一旦開賣 又會有一股的換氣槽 除了手機 除了跟流行這樣的事情之外 跟名牌 好像也是現代人的迷思 對嗎 什麼是名牌呢 好像名牌貨代表的就是讚 就是品質的肯定 像Nike Gucci LV 這些都是我們耳熟能詳的名牌 我還記得 我小時候 台灣那時候已經是球鞋的製造過 有很多外銷被打回票的這些球鞋呢 不是有瑕疵 就是規格不合 就是有一些小毛病 在我小時候上國中 我們 我曾經買過三雙一百塊的球鞋 三雙一百塊 現在是一雙三千塊的球鞋也有 對嗎 那個年代 有很多很多的球鞋 但是比較便宜的球鞋呢 就是 掛了名牌 但是卻是仿冒的球鞋 對嗎 通常那個都會賣得非常的便宜 我們人都會有一些奇奇怪怪的迷思 你很難想像 這個 愛迪達 我還曾經在夜市看到 這個 愛迪達的商標只改了幾個字 叫做阿比巴 阿迪達變阿比巴 這樣也賣得很好 只要看起來像就好了 我們會發現很奇怪 當人不願意付代價買真實的名牌 他花廉價的錢買仿冒的名牌 他也很開心 我不知道這是什麼樣的心理 或許你有興趣可以做更多的研究 但是我們發現 人在尋找那個名牌背後的附加價值 其實人都在尋找價值 人都在尋找價值 當內在沒有辦法肯定自我存在的價值 只好藉著外在的東西 怎麼樣 來肯定自我的價值 所以其實不管是更流行也好 更名牌也好 它背後都還有一些很根源的東西 是我們值得去探討的 我相信在座的各位都不是這樣膚淺的人 你既不跟流行也不跟名牌 也不跟名牌 但是我不知道你跟什麼 我們方才看到的有iPhone有LV 那我們也知道 其實這是現在所謂的這個 名貴消費品的一個代表 那如果我問你 身為一個基督徒 有什麼記號可以代表基督徒 你可以告訴我嗎 哇喔 這樣是老的啦 我們Amy姐說愛 好 多少人同意愛是基督徒的記號 多少人同意 好手放下 有不同意的 的確 愛是基督信仰當中非常重要的核心 因為耶穌自己說 你們若彼此相愛 世人就認出你們是什麼 是我的門徒 但是其他的信仰講不講愛 一般的人講不講愛 也講除非基督徒的愛 更勝於一般人心目中所體會 所認定的愛 否則我們提出愛 好像對別人來講不痛不癢 因為別人也講愛 那如果除了愛以外還有什麼標籍 你可以告訴我 可以告訴我嗎 有沒有人身上 穿著任何代表基督教記號的T恤 請你站起來 讓我們看一下 有嗎 沒有啊 有人身上戴著十字架項鍊的嗎 有嗎 有十字架耳環的嗎 有沒有 有沒有十字架鼻環的 沒有啦 各位親愛的弟兄姊妹 我們知道 其實我們這麼多年活在教會 我們也知道在教會文化裡頭 的確藉著一些信仰讓我們認定 基督徒也是應該有記號的 對嗎 十字架是我們最普遍 大家也最喜歡的 我發現很有意思耶 縱使我還不明白十字架的道理 我也不知道十字架真正的源頭是什麼 我小時候看到十字架 也有一種很特別的感覺 我也說不上來那個感覺 後來我發現 我慢慢的在我的周遭也看到 有很多連非基督徒也喜歡十字架 我們還記得在譚子 我們原來的老家 就是高媽媽的老舊房子賣出去的時候 我們要搬家 什麼東西都要清空 但是新搬進來的人都不是基督徒 但是他很喜歡十字架留在牆上 所以他就不讓我們把十字架帶走 因為他們覺得看到十字架很安心的感覺 我不知道他們的理由是什麼 但是的確確確有一些人認為 十字架帶著一些很特別的意義 他們說不上來 但是裡頭似乎帶著一股很美的祝福 帶著平安 但是如果真的知道十字架的源頭 我們就會發現 曾幾何時 一個在世界上最悲慘 最殘酷的刑罰的刑具 怎麼有可能會變成一個平安的記號 原因是因為有人因為掛在十字架上 重新改寫了十字架的意義 原來有許許多多的東西 當有一個特別的因素 它原本的意義是會被取代 是會被更新的 我們在這裡有看到 有十字架的項鍊墜紙 我們也有看到有一條魚 然後後面是兩個希臘文的字母 看起來像打叉叉的 那是基督的希臘文的Christos 那個的縮寫 那我們看到一般在車上 在車的屁股後面 你有沒有看過這個標記有沒有 很多的基督徒喜歡買這條魚 把它掛在自己的車子背後 用來表明我是基督徒 這是我的車 但是這是很好的 可是如果貼著這個標字又闖紅燈 就不太好了 那我也有看過 那這一條魚的貼紙也是我們很熟悉的 中間這幾個字是希臘文的字母 那其實希臘文的字母 它每一個字是代表了希臘文的一個字 那比方說這個看起來像I的 其實是耶穌的耶 這個希臘文的第一個字母 然後這個看起來像X的 Christos 就是基督的第一個字母 那中間那個theos 就是那個the 那發音有點像捲蛇的那個the一樣 其實它是上帝 這個希臘文字的第一個字母 然後再來是呢 theos 那個像一個大Y 又像雞那個 它是兒子 希臘文兒子的那個字母的 那個單字的第一個字母 然後最後呢 那個是什麼呢 就是救主 救主 那我們發現在這個記號裡頭 它就用五個字來代表一個 非常濃縮的意義就是 耶穌基督上帝的兒子救主 那這個記號呢 其實在早期並沒有那麼多 複雜的記號 複雜的字在裡面 只有單單的這一條魚的形狀 又好話又簡便 那其實去考具的話 其實指的就是 當時代第一世紀的基督徒 因為教會是建造在被逼迫的環境裡面 所以初代的教會的基督徒 他們為了要認出彼此 甚至指引聚會的地方 他們只好用一個最簡單的記號 而這個記號 當時流行的希臘文化 大部分的人都懂得自己的母語 但是也懂得希臘文 所以直接用希臘文這個語 這個語的字呢 剛好就是耶穌基督神的兒子救主 這幾個字拼起來的 所以就用這個簡單的語的記號 來指引這裡這一家是基督徒 那裡有基督徒聚會的地方 往森林裡的某個角落 是基督徒聚會的地方 用這個來彼此提醒 跟做引導的工作 但是久而久之 這就成為一個基督徒最明顯的 互相辨識的標記 各位親愛的弟兄姊妹 早期為什麼基督徒沒有人敢用 十字架直接代表基督徒呢 因為那是在一個逼迫的年代 自從耶穌過世之後 一直到希臘第三世紀 整個基督教都被認為是違法的 基督徒都被認為是罪犯 是會被抓起來 是會被釘十架 是會被鞭刑 甚至要面對生命的殺戮的 所以其實沒有人敢直接用 十字架這個記號 當時基督徒也不敢用明白的話 畫來彼此的問候 他們就是簡單的在空中 在地上 在哪裡 就畫一條魚 表示自己是基督徒 畫完以後就趕快擦掉 用來彼此做辨識 也做彼此的保護 當耶穌升天之後 門徒他們領受了聖靈的洗禮 而且整個時代也開始 有一個非常大的大環境的改變 他們領受了全新的能力跟生命 當時在耶路撒的人 上至貴奏下到市井小民 其實他們就算不透過魚 不透過十字架 他們很多人也可以很容易的 就去辨識基督徒來 而且可以認出 誰是跟過耶穌的人 親愛的弟兄姊妹 就像我們今天讀的經文 很多的人可以很輕易的 透過彼得 他的不一樣 他的改變 他的講論 就可以辨識出 這是跟過耶穌的人 我們剛剛一開始 談到的問題說 基督徒最大的 明顯的標記是什麼 有人說是愛 可是這個是經過證實的 因為在羅馬的這些野史裡頭 就有記載 在當年第一世紀的羅馬人 他們就會私下 會在那裡談論 甚至有文字的記載 他們談到說 看他們基督徒是如何的彼此相愛 所以在第一世紀的基督徒 直接就活出當時代的羅馬的文化 希臘的文化裡頭 人沒有辦法想像 而且是超過他們想像的一種 愛的生活方式 是吸引他們的 是他們認得出來的 是他們感受得到不同的 所以如果拿到了二十一世紀的今天 今天坦白說我們會有一點困惑 為什麼呢 是因為非基督徒也喜歡十字架 瑪丹娜也戴十字架 對嗎 她也穿十字架的T恤 但是我們知道她不是基督徒 很多人都喜歡十字架 你很難單從十字架去辨識 她到底是不是基督徒 那如果有人問我們 請問今天能夠代表 基督徒的記號是什麼 你會選擇什麼呢 你想要用什麼 來顯明你是基督徒呢 我不知道各位 有沒有這樣的經歷 你在外面 不管是在旅行 或者在外頭用餐 或在某一個場地 你看到某一個人 那個感覺會讓你覺得很熟悉 甚至你不知不覺會有一股衝動 很想去問他 證實說 你是不是基督徒 有沒有人有這樣的經驗 有 那有沒有人曾經 跑過來你的身邊 偷偷的問你 是陌生人說 你是不是基督徒 你看起來像基督徒 有沒有人這樣問過 有 那其實這證實一件事情 雖然有時候口不能言明 我們很難具體的說明 但是基督徒是可以給人有感覺的 同意嗎 不一樣就是不一樣 是會有感覺的 是會有感覺的 當耶穌說 你們就是我的見證 我們活出他的樣式來 聖經告訴我們基督徒身上 是可以有一些可以辨認的記號 包括帶著耶穌基督 因耶穌基督而有的香氣 我們待會來講好了 我們先來看看 我們今天所讀的經文 所談到的彼得 約翰 他面對當年逼迫的時代 到底他們活出什麼樣的印記呢 我們來看下一張投影片 面對逼迫的年代 使徒活出來的印記是什麼 當年彼得跟約翰在聖殿的美門口 他直接就衣好了一個生來瘸腿的 他站起來講了他的道 就五千個男丁信主 這是非常強而有力 很powerful的步道大會 這是使徒行傳的作者路加 他想要表達的中心思想嗎 其實在這段經文的字體行間 我們看到路加他寫著 彼得說 金和銀我都沒有 我只把我所有的給你 我奉拿撒的人耶穌的名 叫你起來行走 路加強調的是 耶穌借著他的門徒 持續了耶穌在世上所做的 醫治跟拯救的工作 按著彼得對耶穌的認識 不再是過去他對耶穌粗淺的認識 好像一個可以值得跟隨的拉比 一個值得崇拜的偶像 他也不再是膚淺地認為 耶穌應該就是帶領猶太的百姓 脫離外邦匣治的那位 將來的彌賽亞 他經歷了耶穌的身 也看到了耶穌的死 也經歷了耶穌互活 跟他的對話以後 他知道耶穌基督是那位真實的救主 當年的耶穌在十字架上受死 過去他錯誤的所有的形象完全都崩潰了 重新認識這位耶穌 對彼得來講 這個全新的認知就是 耶穌是那位匠人所砌的石頭 是被他自己的同胞 是被世人所撇砌的 但是曾幾何時 他竟然是什麼 仿角的頭塊石頭 而且彼得心裡有一個明確的認知 除他以外別無拯救 因為在天下人間沒有賜下別的名 我們可以靠著得救 彼得他非常清楚地看見 這位復活的耶穌 就是那位聖結公益的主 他是生命的主 也就是更古以來所期盼 神所允許的彼赛亞 他來不只是為了拯救猶太人 而是凡一切願意認罪悔改轉移惡行 奉基督的名受洗的人 都可得著救贖 彼得就是在這樣一個新的認知底下 他面對接下來的困難跟逼迫 先前他是一個怯懦的人 有點衝動卻怯 他曾經三次否認主 而這個彼得 見到了復活的耶穌 又領受了聖靈的大能 他已經全然變了一個人 全然變了一個人 不再是當年的彼得 他幾次被捉拿 被審問 被恐嚇 被監禁 被殘忍的鞭打 他仍然繼續勇敢的傳講 耶穌是神的兒子 他從死裡復活 證明他就是彼得 你知道彼得的晚年 在教會歷史的一些研究裡頭 有人說 彼得在他的晚年 面對逼迫 面對他的生命的終點 他說 我不配 我不配像我的老師一樣 被掛在十字架上 請你們把我倒定十字架 親愛的弟兄姊妹 一個跟過耶穌的人 他的生命 有一個非常巨大的轉變 連周遭跟他熟不熟的人 都可以認出他的不同來 《使徒行傳》的作者 路加告訴我們 當年神問使徒的官員 長老 文士 見到使徒彼得的膽量 他就知道 他們原來就是一群 沒有學問的小民 經過前後的對照 他們就認明 他們是跟過耶穌的 一個跟過耶穌的人 在當時這件事情裡頭 有哪一些記號 可以表明他跟過耶穌呢 第一個非常明顯的就是 站在逼迫他們的官府 這些宗教政治領袖的面前 這一群門徒 無所畏懼的勇氣 他們面對即將要 臨到他們的刑罰 甚至苦難 他們絲毫沒有畏懼 第二點是 過去明明知道 這是沒有學問的小民 明明是一群 加利利海邊的漁夫 而這一群人 竟然今天可以勇敢的 在這當中大放厥詞 而且非常有條理的 來辨明耶穌基督是救主 成為大能的步道者 這個前後的轉折 實在是太劇烈了 太劇烈了 而且最重要的 不是他講得好不好 而是竟然有這麼大的影響力 有這麼大的影響力 成為非常有果效的步道家 一場步道下來 就有幾千幾千人悔改信主 這影響力是何等的大 這影響力比一個羅馬戰勝的大將軍 進到耶路撒冷帶來的這種 合成的轟動是更可怕 更可畏懼 更可以擔憂的 影響力也是他們的記號 第三 有神機其事隨著他們見證所傳的道 因為他站在官府面前不為別的 就是因為他做了一個非常重要的 影響力的行動 就是叫一個瘸子起來行走 我們方才談到說 彼得約翰對著那個門口的瘸子說 金和銀我都沒有 但是我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叫你起來行走 我只能給你這些 因為這是我所有的 我記得我曾經參加過一個牧者的聚會 所以講員提醒我們 今天的教會要面對一件事情 要好好的反省跟悔改 我們今天很少有教會可以勇敢的起來 對一個瘸腿的說 金和銀我都沒有 但是我要奉耶穌的名叫你起來行走 今天的教會比較可以說 金和銀我都有 但是我不能把我有的給你 我也不能叫你起來行走 他談到的是 今天的教會 因為我們失落的太多 我們沒有辦法像當年第一世代的教會 如此有能力的有神的同在 證明我們所傳的道 我們也許有富裕的物質 我們不再匱乏 甚至我們也不再面對逼迫 但是似乎我們也漸漸失去了能力 來為主做見證 可是我們看得到 彼得跟約翰他們並不是這樣子 在當時他們步道 宣揚福音的時候 就有什麼呢 就有神機其事 許多的見證人 可以隨時起來驗證他們所傳的道 連在這一場審判裡頭 審判他們的官員 都沒有人可以否認 因為那是事實 那是事實 第四點我們看到 使徒他們在傳揚福音的事上 非常的堅持 他們寧可聽從神 而不聽從人 他知道他該堅持的是什麼 所以親愛的弟兄姊妹 生命全然的改變 加上神大能的作為 隨時可以為他們做見證 然後他們在信仰上面的堅持跟篤定 這一切都成為非常明顯的 在第一世紀受逼迫的使徒 他們有身上帶著鮮明的記號 而原因是因為 他們領受了神所應許的聖靈 在他們的身上 並且他們被聖靈所充滿 各位親愛的弟兄姊妹 而這也是教會經過了二十個世紀 上帝重新在他的家中 在教會開始點燃了一個新的火 就是讓聖靈重新回到聖徒的身上 所以親愛的弟兄姊妹 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 你看到彼得約翰在當年被認出來的記號 你有沒有得到一些提醒呢 為什麼今天無論是傳統的教會 無論是更新的教會 我們有一個共同的語言 我們有一個共同的看見 今天或許沒有一個人敢勇敢的說 我們是靈安派的教會 但是沒有一個教會敢否認 教會需要聖靈的充滿 需要聖靈再一次的拜訪 需要依靠聖靈 因為我們已經走到盡頭知道 人沒有辦法用人的方式來得著復興 人可以用人的方法建立宗教 但是帶不下神的同在 也看不到從神來的屬靈的復興 除非我們願意與聖靈同工 願意領受聖靈的同在 這是我們在二十一世紀的教會 已經普遍都能夠接納跟明白的 但是我們也別忘記一件事情 從過去到如今 整個基督教面臨的是 我們存在一個世俗的時代裡頭 我們雖然不屬這世界 卻活在這世界 所以面對一個世俗的時代 聖徒們該有的印記是什麼呢 除了使徒在面對逼迫的時候 這些叫人辨識出來的印記以外 聖經還有提到 是兩個非常重要的印記 是我們需要認知需要學習的 就如同使徒保羅他曾經很清楚的解釋 他說道 感謝神常率領我們在基督裡誇盛 並藉著我們在各處顯揚 那因認識基督而有的香氣 真正認識基督的生命 會自然散發出基督的香氣 使人性裡面的臭氣 自然而然的就可以降低可以減少 保羅也為我們指出一個非常重要 生命可以流露基督香氣的秘訣 就是身上常常帶著基督耶穌的死 也使基督耶穌的身顯明在我們身上 換句話說 我是一個活出耶穌 披戴基督的人嗎 我們可以讓死在我們身上發動 就是我們可以犧牲自己 但是卻可以叫生在別人身上發動 就是可以藉著我們的犧牲 叫別人得祝福 而這個成為非常重要的生命的印記 因為中國古人都知道一件事情 叫做人不畏己怎麼樣 天諸地滅 自私是人的本性 只有一種超越的愛跟能力 可以讓人願意違反人的本性 放下自私學習犧牲跟擺上 而且學習利他 學習犧牲自己的權益去成全別人 這是需要一種超越人自然本性的能力 跟愛才有辦法做到的 所以基督徒身上有死的印記 也有生的印記 有舍己的印記 也有愛的印記 基督徒的印記就是向罪死向神活 而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鮮活的十字架 比具體的十字架更加的可貴 所以我們常常說 基督徒身上帶著一個隱形的十字架的記號 而那個隱形的十字架記號 一個是直的 重的 一個是橫的 就是跟神跟人的關係是不一樣的 不一樣的 基督徒對神的認識 對神的回應是不一樣的 你很難聽到其他的異教徒 在那裡流著眼淚 從心裡深處發出說 神啊 我愛你 除非他經歷過那樣的愛 親愛的弟兄姊妹 這是一個隱藏的十字架 基督徒在跟神的關係 跟人的關係 是會叫人看出不同的 而這兩個記號 是否也在你的身上呢 一個基督徒跟不信的人 是應該要有所分別的 耶穌說要認出一個基督徒應該是很容易的 因為他們的生命就是對四周的人 最活潑 最有力的見證 耶穌也曾對門徒說 你們是世上的炎 你們是世上的光 神照在山上是不能隱藏的 人點燈不放在斗底下 是放在燈台上 就照亮一家的人 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 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 便將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 一個真基督徒就像鹽 鹽可以防腐 在人們發明冰箱以前呢 要遠航的隨手就懂得 把鹽 將肉醃起來 這樣可以保存好幾個月 而鹽也使這些肉不至於腐爛變質 所以一個真基督徒 他能夠幫助他所生活的社會 不至於腐爛變質 因著一個真基督徒的誠實 會叫這個社會當中有更多的誠實 一個真基督徒可以因著他的智慧 使得他整個周遭的社會 也會變得更有智慧 一個真基督徒可以因著他心中的公義跟公平 使社會也能夠有更多的公義 談到鹽的記號 事實上一個基督徒應該是世上最好的公民 而在許多極權統治的底下 我們也發現其實很多統治者 他們心知也肚明 也知道基督徒是最好的公民 當年在中國大陸 宗教自由受到很大的壓制 其實很多的公安人員也都知道 這些基督徒其實都是一群奉公守法的人 而且是非常良善的人 只是因為跟著他們的 跟著他們的共產主義的信仰 無神的信仰 甚至很害怕人的聚集 帶來的群聚效應 他們必須非常殘忍的 把這些基督徒隔離起來 親愛的弟兄姊妹 基督徒理當時最好的公民 一個真基督徒就是一個社會當中 可以保存一切良善的鹽 鹽還可以有捷徑的功能 有醫治的功效 鹽可以殺死傷口處的感染源 所以一個真基督徒理當可以捷徑 他所生存的社會 他也可以醫治這個世界的疾病 照理講一個有真實生命的基督徒 不應該是世界的問題 應該是世界的答案 但是在這一點當中 我們是不是真的 向這個世界證實這一點呢 當一個基督徒看到 人受到貧窮的痛苦的時候 他會願意生發憐憫的心 幫助那些窮困的人 也藉著醫治窮困的人 醫治這些疾病的人 能夠看到帶來醫治的盼望 一個真基督徒看到 不公義的事情的時候 也會試圖改變那個狀況 整個中華民國的地照 正是一群許許多多熱血的基督徒 他們回應了當時代的需求 所帶來的影響 一個真的基督徒 能夠去愛別人 就像在天上的父愛我們一般 這樣的愛是可以帶來醫治 帶來恢復 也可以帶來絕境 當這個世界不聖節的時候 我們就發現 人深受其苦 而基督徒如果在這當中 活出不一樣的生命 或許他們會遭到 怎麼樣遭到逼迫 但是歷史卻告訴我們一件事情 當真實的生命 帶來真實的影響跟改變的時候 基督教從來沒有因為逼迫而消失 只會因為逼迫而更加的成長跟茁壯 因為愛的能力勝過死亡 勝過恨的能力 愛的能力勝過一切 所以親愛的弟兄姊妹 我們所傳的福音背後 如果沒有愛把愛抽出來 其實它只是一個虛幻的盼望 除非帶著愛的能力 如從泳泉一般 不覺得在人的身上產生影響 我們所傳的其實是空的 所以親愛的弟兄姊妹 我們除了是鹽以外 鹽可以用來調味 使食物更有滋味 所以當一個基督徒帶領人更接近神 一個基督徒就會讓人生發一個更深的渴慕 很想要認識他口中 他心中 他身上的那位神 一個基督徒會吸引人 也會吸引人想要靠近神 耶穌走到哪裡 人就跟到哪裡 許多的人不遠千里而來 就是為了要見見這位耶穌 許多的人甚至連外邦人 連希臘人都想來求見耶穌 各位親愛的弟兄姊妹 耶穌他不只是他口中的教訓帶的能力 老人小孩都喜歡他 男人女人都喜歡跟他相處 他的生命有一種說不出來的吸引力 其實那如同炎如同光一般 耶穌使人的生活更有滋味 更有滋味 所以親愛的弟兄姊妹 因為照理講有基督徒在的地方 應該是更活潑更有滋味的地方 你說是嗎 第二點談到光的記號 一個真基督徒就應當像光 耶穌給這個比喻 是因為他在加利利外面 在一個西佛利城講道 就看到加利利海附近 這一座高山上這一座城 耶穌直接用這個比喻說 城造在山上是不可能看不見的 而且就是為了要看見 耶穌對眾人說 你想有沒有可能把一座山上的 這麼大的城藏起來呢 當然不能 耶穌就說 其實基督徒就應該像這樣 要成為照亮他們周圍世界的光 而且是要讓看見的 其他的人應該要可以 藉著這種生活方式 看得見基督徒身上 帶著盼望帶著光 帶著人所需要的 而且是可以吸引人的 可以照亮他們周圍的黑暗的 其他的人 是可以透過基督徒的生命 去看到這個世界不一樣 人如果看出你是一個基督徒 你生活的方式 你說話的樣式 你說話的內容 你如何對待別人 別人是可以看出不一樣的 就好像 如果你是一個真基督徒 你造在山上的城就是你 是不可能不被發現 不被辨識出來的 是很自然的 如果你在你工作的地方 你能夠活出一個真基督徒 應該有的態度跟生命 人也會發現你身上有一些特別的東西 一個真基督徒會成為一個別人 願意信賴 願意清土新生 願意求教 願意諮詢的一個對象 因為真基督徒的身上 可以帶著神的智慧 神的恩言 來觸摸人的需要 當眾人都驕傲的時候 一個真基督徒可以活出基督的溫柔 當別人都在尋求報復的機會的時候 基督徒可以顯出額外的寬容跟怜悯 當眾人在卑鄙的時候 我們可以選擇活出清新的樣式 人就立刻可以辨認出 我們的生命的確有不同之處 而在那個時候 我們就有機會為耶穌基督做見證 我們就能夠真的成為世術中的 就是言跟光 所以我們就發現 基督徒有非常特別的標記 這個標記可見 可聞 可感受 有功能 有作用 有能力 我們可以看到 光有醫治的功用 光有溫暖的功用 光有引導的功用 光有警示的功用 光有照明的功用 各位親愛的弟兄姊妹 除了看得見 聞得出來 感受得到 我剛剛這一串話都在強調 功用 換句話說就是 是會帶來可見可經歷的影響力 其實今天整個信息的焦點 就會停在這裡 意思就是 整個基督徒的生命 最大的標記 其實就是改變 他自己生命的改變 他家庭的改變 他對這個世界帶來的改變 而這才是最能夠叫人認出 我們是跟過耶穌的人 最明顯的標記 所以在今天信息的最後 很想要跟大家彼此勉勵 我們坐在這裡的弟兄姊妹 我們人生的際遇各不相同 我們所遭遇 所面對的也不同 我們經歷神的切入點也不同 但是坦白說 我們都有一個共同的責任跟使命 就是要活出真實生命的改變 活出我們是跟過耶穌的人 活出這個生命的記號 你願意嗎 如果你是的話 我們從座位上站起來好嗎 主所愛的你 我相信你已經學會清楚地辨認 一個基督徒 你是不是也認清你自己是一個 這樣的真基督徒 你在基督裡的新生命 是否真的也會吸引人好奇 你背後所信的這位神 是怎麼樣的神 你的生命會不會讓人覺得 聖經是有吸引力的 神是有吸引力的 你是否願意成為那一道 引導人走向神的光呢 一個真正的基督徒 他的生命理當可以溫暖人的心 可以叫人的靈性得著感動 進而可以使人羨慕說 我好希望像他一樣 一個真實的基督徒的生命 應該是這個無味的世界中的 炎跟這黑暗社會裡頭的光 一個真實的基督徒 不但應該是自己愛神 也樂於引領人來愛他 親愛的弟兄姊妹 你是否知道你在你身邊的人眼中 你現在的生命 流露出來的是什麼樣的印記呢 我要為你獻上感恩 因為我看到各位都願意 活出基督的生命 使人從我們身上看見 我們是那跟過耶穌的人 我要為各位來祝福 主耶穌我再一次的 在你的面前 跟你所愛的弟兄姊妹 我們一同站立在你的座前 我們向你說 主啊 求你赦免我們 如果我的家庭還沒有改變 如果這個社會還沒有改變 如果這個國家還沒有改變 如果這個世界還沒有改變 如果這個世界還沒有改變 主啊 願你再一次的 將你自己的恩典放在我們裡面 主聖靈我們渴慕你 我們需要你 主我們要再一次的清空我們這個器皿 領受你自己的內住跟充滿 我們要天天呼求你的同災 因為我們靠自己 我們已經不行 我們承認我們的限制跟軟弱 主啊 你當年如何降在你自己的門徒身上 將你自己的生命氣息跟全能 能浇灌在他們身上 我們也要 主啊 我們也渴望 我們真的是再一次的被你恢復 求你向我們吹氣 使我們成為那有靈的活人 願你自己在我們的身上顯大 主啊 使我們不再靠自己 而想要改變 主啊 讓我們放手被你雕琢 被你修剪 讓我們放手被你自己指教 主啊 願你破碎、煉鏡 但也修復、縫補 主啊 其實我們最渴望的是 主啊 給我們一個徹底的 新造的人的生命 如同你一般 主 讓我們身上不再是縫縫補補 千瘡百孔 願你從我們的內心 再一次的重新改變我們 所以我們要再一次在你面前說 主啊 願你讓我們從今天開始 我們自己經歷到我個人生命的改變 主啊 讓每一天跟我生活在一起 身邊的人 他能夠看見我自己生命的翻轉 主啊 這是我向你所求的恩典 願你幫助我們 主 讓我們身上帶著你自己 因著認識你而有的香氣 請你幫助我們 主啊 使我們活在人前 如同光 活在人中如同眼 主啊 使我們的生命被你使用 願你就再一次的 願納我們在你面前的回應 你知道我們心裡的意願 願你兼顧我們 願你今天再一次的 對我們的心說話之外 也為我們的身上畫下一個印記 就是我們從心裡面 與你立一個約 主啊 在未來這一個季節 請你讓我看見自己的改變 請你讓我的家人看到我的改變 請你讓我的同事看到我的改變 主啊 我要為你做美好的見證 主啊 願這個世界 不但認出我們是跟過耶穌的 也讓這個世界渴望 他們也能夠跟這些 跟過耶穌的人一般 讓我們的生命為你說話 因為我們知道我們活出來的 比我們說出來的更大聲 更有力量 願你的愛 願你的恩 願你的能力 在我們身上發動 將那改變的大能 充充滿滿的放在我們裡頭 這是我們向你的肯求 也是我們向你的祷告 奉耶穌基督的聖名 阿們 祈祝 主所愛的弟兄姊妹 願神的恩典 神的慈愛 憐悯 願神的能力 天天與你同在同行 保守你的動靜起坐 兼顧你手中所經辦的一切事 在未來這段時間 天天領受祂的同在 並且預備我們自己 無論耶穌何時再來 我們都能夠坦然面對 無可指摘 願神的平安與你們同在 阿們